福里乡公所在老人文康中心 举办了原名手工艺技艺研习成果展的开幕 而江东城表示 展览包含了多种类型的手工艺品 例如传统编织、木雕、织品等多个领域 而展触到4月初有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可以让民众细细品尝 福里乡公所在老人文康中心 举办原住民手工技艺成果展的开幕 江东城表示展示了部落学员近年来的传统手工艺成果 展览包含了多种类型手工艺品 像是传统编织、木雕、织品等多个领域 技术跟文化真的都值得我们一代一代的保留下来 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为了我们原住民的一个严肃 原住民的一个传统的文化 我们今天这次来请办了原住民相关的文化 艺术和编织的一个展览 也希望所有的乡亲有空的话 来看看我们原住民可爱的地方 传统朴实的地方 每一件作品都体现了原住民族文化的独特风格 和深厚底蕴 并且这个展览特别安排到4月初 有两个多礼拜的时间供民众细细欣赏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慢慢的一个欣赏 而且限定到说我们也有那个现场的一个编织和创作 可以看看一下人家怎么样一阵一线 怎么样把一片美丽的一个图案 美丽的一件衣服把它编织出来 这个都是非常的不简单 也是长期的文化的一个流传下来的一个 不可以中断的一个技术 这次展览除了对部落学员们的一次重要支持跟肯定 也是对原住民族文化的一次积极推广和存诚 更是副理箱公所积极推动原住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的一部分 希望透过这样活动让更多人了解 关注和支持原住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保存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